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烈的战争 对吧 军事战争 其实在世界上另外一个战争叫金融战争 对吧 舆论战争 这个战争的热度也不压于军事战争 现在这个市场呢 这个都是关注在这个 这个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之中 这次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也就是跟西方国家的一个战争 对吧 现在西方国家呢 他不是直接参战 而是利用金融 对吧 制裁 舆论 对吧 来把这个战火 吹向高潮 就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舆论呢 它是吹不住烂的 对吧 西方社会呢 它比较善于战争 金融战争 无销烟的 对吧 司法战争 舆论战争 所以呢 美国社会 或计整个西方社会 它是唯恐天下不乱 只有乱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 与用得力 卖武器 对吧 建立形象 你那个它制造难民了以后 他们又是修 修留难民了 就是 让全世界 其他的地方不得安宁 只有这个地方 是安宁的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 美国现在回来制裁俄罗斯 对吧 冻结美国的这个俄罗斯的资产 最可怕的是 它不单独冻结了俄罗斯政府的资产 而把俄罗斯那些富豪的资产 以前我们讲到叫私有财产保护 现在呢 美国国的自己的目的 这个也没有了 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保护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原来就是说 怎么样把这个资产离到海外 就能够得到保护 对吧 我们眼前都是这么想的 对吧 直到我 对吧 在09年金融海啸以后 我才发现这个资产保护啊 什么人权啊 宪法啊 法律啊 这都是喊得凶 对吧 都是洗脑的 因为法律上讲的事情 法庭讲的事情 这个媒体呢 它就会大肆地这个宣传 对吧 就像我这个 以前的时候 我的案子一发 对吧 这个媒体就拼命就 就想毁弯我的名誉 对吧 通过沟通方式来打致 对吧 就是说 让我臭蜜元洋 直到有一天 对吧 法庭 所有的事情就做了 情况明朗了 我能够说清楚了 这个媒体 直到他们的问题再来 他们怎么是知法办法 对吧 他们冻结人家的这个资产 毁坏人家的名誉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媒体就不说了 对吧 你有道理 他就不说了 他有道理 他就 他对他自己有道理 他就拼命说 所以在西方社会呢 主要是金融 司法 全媒 这个三大武器 对吧 而是全世界人都蒙了 现在呢 这个俄罗斯这个普京呢 他就不信这一套 你制裁 他也不怕 对吧 你说他 这个 侵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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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大家都在看 现在全世界都分成两国力量 一个是制止俄罗斯战争的 一个是制止乌克兰的 或者是释放的战争的 乌克兰它是代表释放社会在前线作战 作为西方社会的替罪羊 所以这次两国力量在那里 中国现在处于中立状态 就是失望和平 不要战争 但是美国就失望 我就施压力 让中国站着他们一边 否则我就打你 这样就是美国人的目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西方社会这个目的 就是俄罗斯战争跟乌克兰战争 都已经很清楚了 当然我是搞投资的 大家就知道 现在这个市场 这个制造建政的一个目的 就是把投资人的钱呢 对吧 就是套空 就是我们讲的 锅韭菜 对吧 剪羊毛 杀羊 杀猪摘牛 就是一种虐度财富的一个方式 大家可能也看到 目前美国的股市 从去年 对吧 这个年底到现在 很多股票已经掉了 非常多了 像Facebook都掉了40% 还有很多那个著名的大的这个公司 也掉了40% 50% 对吧 只有几小售的 对吧 公司掉了20% 现在我们可以说是 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熊市状态 对吧 其实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目前呢 很多的美国股票 百分之八九十 已经掉了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 有些 特别是 产的 就是中国概念股 在美国上市的 这些股票 很多都掉了百分之八九十 对吧 这个 其中主要两个原因呢 也就是中美的 冲突 然后又受到俄罗斯战争的影响 现在呢就是 这个 俄罗斯的股票 在美国在北美上市的 已经现在已经 关闭了 要提出去了 现在中国的股票呢 就是下一个目标 说人们很担心这个事情 对吧 就是中概念股呢 就是说 就是 非常的惨 就像阿里巴巴 从二百四十几一股 现在掉到八十几了 对吧 掉到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就是又涨上去 又要三百 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这个 中国的这个新东方 对吧 从二十块钱 现在将近二十块钱 现在掉到一块钱了 马上就变成Penny Stock 还有一个DD DD DD呢 升十几块钱 现在 掉到也是两块钱了 现在呢就是说 瓦尔街 在市牌 最大的市牌 就是这些 海外资产 中国可能是 手掌之冲的 因为是 当然 手掌之冲是俄罗斯 中国是他们的下游目标 这是一种 非常残酷的战争 对吧 我今天呢 我本来是想要给大家讲讲 这个我们如何在这种 对吧 动荡之中 对吧 避免这个风险 对吧 避免这个风险 而 争取回报 现在瓦尔街呢 普遍 对吧 在做空 中国 做空俄罗斯 做空 很多很多很多的股票 很多股票 掉了 只有瓦尔街 只小数人赚钱 只小数人赚钱 现在呢 股票 掉得很低 现在有一个现象 叫 ETF ETF 现象 就是ETF Phenomenon 这是什么样的现象呢 ETF呢 它是 对吧 就是指数 就是 就是 付费基金 就是 ETF 就是 Exchange Tradable Traded Found Mutual Found 就相当于付费基金 但是它这个呢 就是像股票一样的可以买卖 ETF呢 它呢是 像股票一样的买卖 但是呢 它不像那个指数 持权 持货 持货 那种有杠杆 ETF呢是没有杠杆的 对不对 大多数ETF是没有杠杆的 就是像 QQQ SPY DIA 这个是没有杠杆的 还有呢 是 两倍杠杆的 还有三倍杠杆的 ETF 就 指数基金 ETF 对于指数基金 ETF呢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它是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波动 它不是根据过股的这个 这个 像样有什么财务报表啊 又有什么重大消息啊 就是它的波动幅度 很大 很难控制 它可以一天掉个百分之七八十 没有的股票 也可以一天涨好 好几倍 或者十几倍的都有的 而 ETF呢 就是 可以避免大幅度的波动 对吧 就像互费基金一样的 但是呢 ETF在过去的 这样互费基金呢 它只能买涨 就是浪 就是做多 对吧 我们经常讲的 但是现在的ETF呢 它非常的方便 它可以做多 你可以做空 对吧 就是可以long and short 所以呢 所以呢 也没有什么 financial statement 没有财务报表 没有突发消息 对吧 没有地震的那种概念 所以现在呢 ETF的交易量 现在是爆炸性的 爆炸性的增长 不能是做多 还是做空 非常容易买卖 对吧 现在呢 现在呢 因为战争 和通货膨胀 所以呢 做起来呢 ETF是非常 非常方便的 非常容易的 就是在人们普遍做多的时候 那你就做空 我的方法是 每次人家做 逼空的时候 逼空的时候 就是股市 拼命的去买往往涨 就是说 整个市场往上涨的时候 你就做空 逼空做空 对吧 在市场呢 杀跌的时候 非常厉害 杀跌的时候 你就做多 对吧 因为钓的直渡的钓的时候 你就做多 一般呢 就是说 你不能做金融 最大的事情 就不能随大流 对吧 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不能 对吧 你就反一个方向去做 现在呢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市场 无论是ETF也好 那个 指数齐全也好 外汇也好 对吧 齐货也好 香檳齐货也好 他们都是 有一种叫 momentum 叫惯性的 运动 什么是惯性运动呢 他一般是这样的 早上的时候呢 这个市场呢 这个 这个 就是 池子就 变化特别的容易 特别的快 因为 市场参与的人 比较少 对吧 市场容易被搓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是 今天是大涨 对吧 一般是早上是这样的 那你就做空吧 如果 如果不停 对吧 那你就 你就做多 因为他有时 要憋空的时候 他就一直要做到 整个一天 或者到 到下午4点钟 这个 和一个界限 因为市场参与以后呢 他就是 自身是程序 就不能 就不能用了 所以的话呢 如果是 你每天操作一次 对吧 就是说 跌得非常厉害的 就在新中 关门的时候 你卖进去 也许它还会跌 但一般的会反弹 如果呢 如果呢 涨得特别疯的时候 那你就要 做空 现在我要 给大家 稍微看一下这个 这个指数 这个 ETF 这个图字 是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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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图 最近是这样的 你看 这个波动呢 是非常大的 这是美国的这个 五百强指数的 最大的一个第一天 这就是这个图 你看这个波动多大 目前区域这个 这是六个月的图 对吧 是每天的图 你看它 这个图字走了 你看 它一 一涨呢 它就拼命涨 你看 它一跌的时候呢 就拼命跌跌跌跌 一涨又拼命涨 所以这一般都是 在一天两天的 这个东西呢 你只是看来 很明显一天的 对吧 这三个月呢 就是 就是最惨的 对吧 就是这个图 但是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ETF这个 交易量 它每天 有上亿的 交易量 它平均有两交易 以上一个交易量 它是400块钱一股啊 它最高是480 现在是420 刚刚掉了120 人们强说的是 叫熊市 另外一个呢 叫QQQ 你看这个 昨天呢 这是324块钱一股 昨天呢 在6 6千多万 每天都是7 8千万 这个交易量 这是 这是巨量交易的 但是呢 还有呢 还有很多这种 就是每个银行啊 现在基本上每个银行 基金公司 都有这种指数 投资 所以现在大多数 在美国投资吧 无论是老百姓也好 机构也好 这个 短线投资也好 都采匀了 指数 或者指数资金 我在 96年 给投资人管理资金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是用指数基金 那是户户基金 不像现在一样 户户基金呢 只能在牛市的时候 买进买出 就能够赚钱 如果是在熊市的时候 你掉 他一掉的很厉害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去 一进去就被套住 就是很难的赚钱 对吧 而那个时候呢 我以前给人家做指数基金的时候 我有一百多个客户 就是也有一百多个账户 对吧 当时的资金量小 每个账户只有 一万块钱 对吧 我觉得九万块钱 最多的时候呢 我一年 有150个客户 然后呢 资金呢 达到了三百万 融资到三百万 一年存盈利呢 一百万 这就是我后来讲的 百分之一体论 的基础 对吧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 总是 就是凭空给人家说 或者给投资人说 投资人也不会信 对吧 现在呢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 第一呢 就是说 目前呢 这个ETF呢 就是刚才讲了 原先的负负金 只能做单项 就是只能做多 只能在熊市 叫牛市里面 可以赚钱 你在牛 你在熊市里面 你很难的 对吧 生存 就不能保证人家赚钱 因为我们是不赚钱 不收费 并且呢 投资人的账户 在投资人的资金 在投资人自制的账户里面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呢 是非常安全 可信 可靠的 并且呢 是 自由 进去 就是 你看到调 或者你不喜欢 你就可以随时 撤资 关闭账号 对吧 现在有的 因为有的这个 Internet才是发达的 刚才讲了 又是ETF 它可以做多 也可以做空 可以随时进 可以趋 另外呢 就是说 可以直接做 也可以呢 既然大家都知道 叫云技术 对吧 所谓的云技术呢 就是说 就是说 现在投资 就要 还有一个 一个呢 叫 Social Investing 就是说 我 打前锋 对吧 做做做 做投 你可以跟着 跟着确定 Copy 确定 就我做什么 你跟着做什么 钱在你自己的账户 我做 我做了 就等于你就做了 他是 有这种程序 叫Copy 对吧 钱在你自己的账上 我们不会touch 就不需要touch 就不需要管 现在有程序可以管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第二呢 它可以 就是 所谓的云技术呢 它可以说 世界勾立 任何地方的账号 它可以通过这个 一个方式来操作 就要跟盘 所以呢 最关键是 你需要 一个人 对市场 非常熟悉 就像买卖一样 你要试固的 不管你是 就像那个 买了个股东 你要不懂的话 你就买个假的 你发了个真的价钱 你呢 懂的话呢 你有时会 买个真的 对吧 发一个假的价钱 就是 这个东西 就是说 你非常需要 熟悉的这个 市场 这就是我们讲的 经验 经验 就是巨大的财富 第二 你要有胆量 对吧 看得准 看得很 我们讲的 文准很 哈哈 又是短并快 对吧 这个很重要 最重要的一条 在市场上 生产 最重要的一条 最重要的一条 是什么呢 就是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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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深层的 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方法 我跟刚才讲 这个ETF呢 它可以每日每天做 也每天做 也可以做一个礼拜的 你看到这个图来的话 你按小时做 就按小时做 对吧 按天做 就可以按天做 对吧 做错了呢 你还有机会 对吧 唯一的麻烦就是说 你不知道做错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进去 对吧 所以ETF呢 就是错了 一天 对吧 一个小时一天 你还有机会 如果做股票 你就错了 掉了90% 你要涨900% 就很难了 这个ETF呢 我给你讲的呢 我有个理论 叫1%理论 就是市场的波动呢 它一般是1% 最近的市场呢 在战争 或者是动荡时期 它一天的波动 在3% 如果发生地震 或者是打仗 打到美国境内了 这个美国的股票 可能会 120%的波动 那就 这种情况呢 是很难的发生 也是很小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如果是1% 如果你经验不丰富 你就用1% 就是没有杠杆 就是说 现在呢 就是说 你1% 现在就是说3% 那你还不至于要你的命 如果你如果没有经验 你用三倍的指数 对吧 你掉10% 这个连续掉一个礼拜 每天都10%的话 你用那个生物指数股票 它一掉就是10% 就是一个礼拜 你把这50%就拉掉了 我刚看到这个生物指数股票 叫LABU 刚看到的时候 42块钱 大概 两 一个多月 一个半月 我就两个月了 就变进 最低的时候 掉到12块5 12块7毛 从42块 掉到12块7毛 你要如果不是 对吧 就是 涨上去 不卖的话 你就 很难的回去 上次有个朋友 他本来是说 做那个指数啊 就是生物指数 那生物指数呢 是ETF 这是一倍 一倍呢 一倍呢 他一样是12%就掉 那个不会有问题 他后来想了 他也想三倍指数 找多一点 这个呢 这个人呢 挺怪的 就是每次 跌得多的时候 他就买 他胆子大 他不怕 他还有个特性 就是太便宜 对吧 他越跌得便宜 他越买 因为买价 比如说 42块钱的股票一掉下来 你掉掉 一直到12块 把你被虐死 对吧 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对的 所以每次跌 你就得买 一涨 你就得卖掉 对吧 就是 并且双向 就是说 反过来 对吧 就涨了以后 卖掉 反过来再做工 这样的话呢 这个 即将打跟头眼 哈哈哈 就是说 你要根据这个 整的趋势来 就是因为这个 其实这个趋势也不难 现在就看这个 这个指数资金 这个趋势 刚才给您看看这个图 其实也不是很难 其实是非常 对吧 非常好赚钱的 嗯 但现在呢 因为大家都 诗关于做多 诗关于浪 对吧 诗关于牛市 那现在碰到熊市呢 大家都 就不知道怎么办 百分之八九十人 他 只愿意做多 只是 买地 卖涨 对吧 Burl sell high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我以前吃亏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三十年的金融生涯 碰到过很多的金融喊嚣 每次的金融喊嚣来 我是基本上是躲过了 包括08年09年的金融喊嚣 我在08年09年的金融喊嚣来 是 就是趋于休眠状态 就是没怎么操作 所以呢 每次操作呢 都是回来用资 给投资人看 我有这个能力 对吧 因为 这个时候呢 因为在金融喊嚣的时候 操作 因为我当时也没有做 没做空 我只是做多两个一个方向 因为我用外汇呢 就是避免了这个窮市 所以呢 每次投资人来 看到我 做 做赚钱 所以他们就投资了 我基本上都是 也是 嘴背 这个金融喊嚣一过去 赚大钱 对吧 所以呢 我是把融资作为 我的主要的 这个经历和任务 很多人就是 以为我 在金融市场 08年09年 亏了 其实是错误的 我开始呢 是我跟你讲 我06年开始融资 到09年 06年的时候呢 我一融资 想到办法呢 就很多资金 我开始就大手大脚 亏了些钱 但是 一发现不对 我第二年呢 我就非常谨慎 就没有亏钱了 第三年呢 我就 不单独没亏 还赚钱了 做生意这样的 就是说 你刚开始 是有点 对吧 教学 经验 然后呢 成长 成熟 对吧 本来09年 金融海啸一过 我们就可以 对吧 读这样后头 有大量的资金 进来 因为我在08年09年的时候呢 其实证券会 就是早午的时候 很多投资也要早午 投资 因为我在09年的1月25号 当年初一公开演示 都是面对媒体 对吧 面对投资 从100万块钱 一天赚了31万8千 这都是媒体有很多的报道 其实我在那一个礼拜呢 九天之间呢 其实我有两个账号 一个是公开的 一个是没有公开的 因为我也 对吧 一个backup 就是要留 这个后备 公开的账户呢 第一天赚了31万8千 第二天呢 亏了16万 第三天又赚了30多万 三天呢 赚了49万 我本来想把那49万的profit 拿走 就是当于因为市场的波动呢 这个 这个投资公司 就没有让我那个钱拿走 这个 你知道这个 证券公司也是很坏的 他不让你拿走 对吧 要你 要你亏损在那里 因为 他们是 我们开始呢 比较都比较单纯 比较幼稚 对吧 以为法律法规是这么说的 上市公司 这个证券公司不会乱来 所以 相信他 但其实呢 我们 没有足够的思想可备 所以呢 倒致了 因为证券就是 就是interactive block 这个 倒致了我们 那第一次演讲的 表演的五天呢 第四天就亏了 最后呢 只剩下赚了12万 但是我另外一个账号呢 就是没有在公开上 就是账号是同时操作的 在同时操作的 对不对 听清楚啊 我那个账号呢 从100万 一共赚到300万 就是两个赚了200万的话 我也赚了300万 就是这样的话呢 让投资人呢 就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呢 在后来证券会 指控我的时候 投资人 反对 纷纷要求我 操盘 解冻 并且呢 情愿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投资人都签名了 是吧 这在法庭里面都有证据 是吧 本来我在09年的时候 金融海啸一过 想投资我的人 是 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看到我的经验 实力 胆量 和业绩 但是呢 我在金融海啸 或许三十年的金融生涯之中 我在业绩 拉出来真正去考证的话 考察的话 是非常非常棒的 很难的有人 可以比 可以比较 不比不知道 不比不知道 一比下一跳 当时 巴菲特的股票 在金融海啸里面 它这个股价也是 难要的 而我们能够做到不亏损 钱都给它投资 在金融海啸08年到09年的时候 投资人 投资人 取走了 投资人因为恐惧 市场不好 取走了 三千万 一年取走了三千万 我是费了很大很大的力气 你融资了三千万 等于我的资金呢 我融的资金都被取走了 就是投资人钱 被投资人取走了 对吧 很多人就想你投资人的钱被投资人取走了 这是违法的 就是庞市 这是非常错误 金融 金融 就是流动 对吧 就是有人 有人买 有人卖 对吧 买卖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如果是把投资人的钱 用这种诈骗的方式 从中乎立 那就是诈骗 但是呢 我是巧妙的 邻国 你用了这个金融这个属性 对吧 它的流动性 对吧 你自己必须要流动 必须要有自由 对吧 并且呢 你要有这个能力 你看我在这个2008年 2009年以后 因为这个投资人的信任 投资人的信心 对吧 对我在这个信任 所以来的人 资金会非常多 并且呢 在市场好的时候 闭的眼睛可以赚钱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从2009年到 2019年 或者2020年 对吧 市场是 一路高过 对吧 傻瓜都赚钱 那何控股呢 现在呢 我给你讲的 本来是像今天讲讲的 这个 这个市场 原来的时候呢 这个市场呢 好 对吧 所以呢 大家都不需要我 对吧 他说 我的钱 亏了 对吧 赚了我自己赚 亏了我自己亏 对吧 寻求赤字 对吧 现在呢 99%的人 都在亏钱 那你想赚钱 你找谁呢 到哪里呢 没有一个地方 像我这样 第一 我是在 现在是 在熊市也可以赚钱 在牛市也可以赚钱 以前都说 我是 是只做多不做空的 现在呢 我是 时时刻可以发现 涨的 或者掉的市场 你像有 这个 这个 这个外汇 这个股票 我们是 对吧 可以随时卷换的 并且呢 方向也是 我看到哪一个 对吧 像刀针指数 拼命800点一涨 他不会再降到800点了 我就卖掉了 他如果800点一掉 我又买进去 但这个前提是不能有 对吧 有杠杆 10倍 20倍 但是有杠杆也有杠杆的做法 我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买指数 因为现在的市场的波动是极大的 每天呢 这个指数有3-5%的波动 你加个10倍 加个20倍的杠杆 那就是说 20倍的杠杆 乘以3 呃 乘以3 乘以3 就30 对吧 60 那 20倍的杠杆 我以前数学挺好的 但是数学是算不清楚 23 一天就是60%的这个增长 但是呢就是说 就是说啊 你用总资金的10% 对吧 去做这种事情 如果一掉呢 你50%呢 你就 stop loss 因为现在有个平台就是50% 让你就出来了 如果你涨呢 100% 或者几百 你就可以 对吧 这样呢 就能够保证 对吧 风险控制在 5%以内 回报呢 可以10% 或者20% 对吧 因为你想想 1万块钱 就是10万块钱 掉50%是5万 但是呢 10万块钱 涨50%呢 就变15万 从5万 涨到15万要3倍 对吧 涨到从5万涨到10万2倍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你涨多了以后呢 你就把 就是从15万 你永远是 保持在10%在自己里面 把利润呢 永远就 就是保护起来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市场 再大的波动 你最初也就是 丢过 5% 对吧 如果你要 用5%呢 总资金量的5%呢 你就 掉50%呢 你就掉2.5% 对吧 涨多少你就 就 let the profit run 然后到了 一天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 引力就是 利润呢 就是赚的钱 所以现在呢 我呢 几十年呢 经验大家知道 是丰富的 并且呢 我是按照这个市场买的 对吧 不是小杂小闹 对吧 按照规模来的 这很多人讲了 因为我这种 叫1%理论 或者市场操作的理论 它是要根据 资金量来的 就是资金量越大 越安全 越稳定 所谓的连续 稳定回报 很多人不懂 他以为你这个1%的理论呢 用5000块钱 回去5万块钱 也一样 其实是错错错了 量是决定成败的 最关键的因素 对吧 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不然的话 你说90%的人 都是 几千块钱在来投资 他为什么不能成功呢 就是因为这个量 决定他的 心态 决定他的风险 决定他的成功率 对吧 所以很多人都跟我 你怎么不做 用5000块钱 1万块钱 或者9万块钱 把那个交易制度做出来 其实你想想 noble care 没人关心你那个账号 从1万块钱涨到 5万块钱 没人管的 但是你要从100万 涨到500万 就不一样 并且呢 从5000块钱涨到5万块钱 是很难的 但是呢 从100万涨到500万 是比较容易的 你知道为什么呢 这个资金量 你这样决定你的心态 决定你的成功率 对吧 所以呢 我现在呢 找到这个 老外 因为中国人 他知道我穷 知道我没钱 他不信我 对吧 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才 不管我都有经验 对吧 他 他以为我亏过钱 对吧 西域破产了 所以他们不来了 所以我现在呢 老外 老外 老外是比较理性的 对吧 因为中国人投资的比较感性 特别是在海外 对吧 这些 因为 大家都怕 违法 不同法律 害怕法律 因为我这个呢 是法律 叫 中性人物 所以他们就 避开我 避免 其实 其实 我 对每个投资人 是有利 而不遗憾 因为 第一 我毕竟是有经验的 第二 我有知名度的 第三呢 我在这个 在事业上是 属于 强受的人 我已经快 近三十年的经验了 这种人呢 他是打不死的 压不垮的 对吧 强受的 只有说 人 身体不行的时候 得到什么病啊 那就没办法了 而现在呢 如果大家用头脑思考来 只是思考来 你没有选择 只有这个 独此一讲 谢谢大家 我今天 周末 心情比较好 给大家 讲了这些 心里话 心的体会 和目前的 做法 谢谢大家